好了我们按这件事续来看到 俄乌战争到现在已经见满两年 那么面对战事到底还要何时休止 到现在还是看不到契机 那么天主教教宗方济格 他就喊话乌克兰要勇敢的举白旗来结束战争 持续来看到土耳其总统爱尔段 他是在伊斯坦堡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两个人会面之后呢 他就提议是要举办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峰会 但其实呢在俄乌战争期间 泽伦斯基他就多次的表态 他坚持不和俄罗斯直接的和平谈判 因为他认为身为被侵略的国家 和平谈判的这个主动权 应该是要掌握在乌克兰手上 而非是主动提出之后 反而呢是被俄罗斯掌握在手上 但是呢面对现在看不见镜头的俄乌战争 天主教的教宗方济格 他近期间送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就表示 乌克兰应该要拿出举白旗的勇气 要透过谈判来结束俄乌战争 10827岁的方济格 问到乌克兰国内呢其实有一些声音就认为 乌克兰现在应该是要放弃了 另一派的人则认为这样做如果放弃的话 会使强国侵略弱国 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对此方济格他就强调 谈判绝对不是投降 而是避免让国家走向自杀之路的一个勇气 那么警官方济格他过去曾说过谈判的必要性 但是路透指出呢 这个是方济格他首度的使用举白旗 还有被打败等等的这些词汇来描述 欧战争 那么时刻看到这个延宕两年的战事呢 泽伦斯基他就指出了 俄罗斯在2022年的时候 入侵以来已经有三万一千多名的乌克兰士兵 还有数万平民丧生 法国总统马克宏他二月底的时候 他也就呼吁了 西方国家呢现在面对这个战事 应该是要加强支持乌克兰 并且呢他称不排除出兵的这个可能性 但没有想到呢 他这个话一出之后就立刻遭到打脸 不仅北约猛邦是纷纷的表态俊学 白宫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发了一个声明表示 美国并不会派兵至乌克兰来作战 而且呢这个事件其实到现在呢还是在延烧 目前人在芬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 他8号的时候 当时他在芬兰访问 他就提到了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他不只是否定在乌克兰的国土上 要部署德军的可能性 他更呼吁呢 其实国际媒体啊 大家要停止讨论这个事情 指出呢其实没有人真的是想要让自己国家的地面部队 踏上乌克兰的领土 而越佩斯托瑞斯召开联合记者会的 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 他也向媒体强调 大家其实呢 北约国家 他们都是赞成以武器啊弹药还有金钱的方式 可以对乌克兰来提供支援 但是呢 唯一他们就不考虑出兵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在冲突当中 给予最大军援之一的美国 当时呢是针对马克宏的言论 也是立刻的表态 当时白宫就发声明表示 美国是不会派军到乌克兰来作战 仅仅呢是呼吁国会要通过额外的资金 来给乌克兰更多更多的金援还有军援 但是呢其实这个这个两个呢 金援军援要通过都是两党要同意 共和党的议员就认为了 拜登对于乌克兰开出的这个空投支票 这个是不可行的 但事实上呢 国际学者很多就分析了 美国分配给乌克兰的资金 其实大部分呢都没有离开美国的本土 指出美方他们是利用对乌克兰的军援 达到国内武器的太旧换新 把这个新的武器留着 旧的东西就把它卖出去 那么同时呢也为国防工业可以创造生产 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最近3月5号他在白宫的一个会议上 他也是亲口的承认 他说呢而无冲突对于美国的经济 其实呢是利多 因为提供给乌克兰的自我防卫武器 这给美国的军工部门 创造了更多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么除了在俄国方面 现在世界上另一场的战事 也就是以哈冲突上 尽管美国呢 现在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调停 希望可以在摘月前战时的停火 但是呢似乎是徒劳无功 因为拜登日前他被记者问到呢 是不是很有可能可以在摘月之前 来停火达成这个停火协议 战时的停火协议 拜登他就告诉记者 这其实呢看起来是很艰难 因为在这前一天呢 为期六周的停火协议谈判已经破裂 但是呢持续看到在加萨的人道危机 还是持续的恶化这个情况之下 拜登他7号发表了国庆咨文的时候 他就宣布了 现在呢美方要在加萨走廊 沿岸的地中海上 他们要打造一条 提供加萨救援物资的海上临时码头 那么根据了解 美国设想的海上浮动码头这个系统呢 其实包括了两个部分是独立的 一个呢是要打造一艘 接收救援物资浮动的海上舶船 另一个则是要在这个地区呢 是打造另一个围长 550公尺固定于岸边 用来是把物资从船 接送到陆地的一座桥 那么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 赖德他8号的时候呢 他就补充到 现在呢建造离岸码头 以及其陆地相连的这座桥 需要耗时的时间是60天 而且要动用1000多米的美军 在完工之后呢 美方就盼望现在是可以提供8国的人民 也就是呢 在加萨北部这些民众 他们每天呢 是可以提供200万份的餐点 目前呢 这整体的规划 还是在一个初步的阶段 不过呢 这个消息一出之后呢 立刻就遭到了救援组织的批评 他们认为呢 维吉的加萨儿童 他们现在根本就等不了好几周 甚至是60天根本等不了 因为呢 现在加萨已经有四分之一的民众 他们仅仅离饥荒 只有一步之遥 等不了这么久的一个救援帮助 而且呢 美国国防部现在其实也不确定 到底呢 这些如何来保障这个码头的安全性 包括呢 是要如何避免 这个码头呢 最后会不会变成哈马斯 他们的一个攻击目标 这些呢都是美方和以色列 现在在讨论的一个相关事宜 那么同一个时间 其实纽约时报也就批评了 拜登他现在推动这些 援助加萨平民的计划 根本就是和自己的政策冲突 因为同一个时间呢 尽管美方是给加萨援助 但是呢 也是同时间继续对以色列 来提供一些军援 那么以色列现在对加萨的 谋略攻势已经造成了 三万多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那么当地是面临一个 濒临饥荒的危机 美国总统7号就表示呢 除了是空头 还会透过海上的路径 向加萨来提供援助 而其实呢 现在尽管现在呢 是给以色列一些军援 但是呢 拜登他就传出了 他私下是向官员来抱怨 给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 他摊牌的一个心声 希望呢 是可以和纳坦雅胡 可以直接的对话 直接的来摊牌 不过呢 因为他的麦克风没有关 所以呢 这些和官员私下的对话 也就共诸于世 大批民众在特拉维夫高速公路上 提声高喊口号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即使警方使用高压水柱 和烟雾弹驱离 抗议的民众仍毫不退缩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 开打至今已经五个月 但是停火谈判 依旧陷入僵局 当令民众濒临饥荒危机 美国除了开始在加萨空投物资 总统拜登也表示 正在规划建造临时码头 透过海陆运送物资到加萨 而媒体最近公布一段 拜登私下向官员抱怨 他已经告诉纳坦雅胡 要为人道援助加萨 举行开门建山的会谈 没想到忘了关麦克风 意外曝露对纳坦雅胡的不满 但当他被记者问到此事 拜登起初否认 还说记者切听他说话 拜登七号在国情咨文演说中表示 两国方案才是解决之道 重申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 不过纳坦雅胡的极右翼政府 显然反对这个长期目标 联合国指出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案设置的 屯肯区扩张规模已经创下新高 恐怕会使巴勒斯坦建国的 任何可能性直接破灭 而在约旦河西案的巴勒斯坦人 遭受以色列囤坑者的暴力对待 严重程度和频率都大幅增加 甚至已经有四百多名巴勒斯坦人 遭到杀害 许多巴勒斯坦人表示 美国不该把重点放在原住 而是停止提供武器和导弹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象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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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